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,很高兴再次见到您,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这是今天的新闻,只做不说,王一博维权着实不易,网友点赞支持不退让。 如果说,王一博浓墨重彩的一笔,就是因为蓝旺基的爆火,而迎来了自己演艺事业的灿烂时刻,可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的争议不断。 红了自然会受到关注,褒奖声四起,扁低声也会应运而生,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吧,这个毕竟无可厚非,平头论足,直指点点的都是最好的敦促,也是一份难得的珍贵礼物,只会让人更加有动力想着更优秀的自己前进。 可是如果你的一言一行偏离轨道的话,那就触及了底线,终究带来的后果是,让自己为自己的行为买单。 你可以针对他的作品跟角色评头论足,但是切勿盲目肆意妄为过度,甚至开始造谣声势,无中生有,这是不能容忍的。 随着清朗行动的开展,饭圈文化的种种恶行,也随之浮出水面,展现到大众视野,甚至有的会颠覆你的三观。 从未想到,年纪不大,出言不逊的口气却如此的力气浓烈。 没有关系,既然这个社会的扭曲变形的一面,让你无法正视自己的三观,法律规范可以帮你一次性解决了。 这也许就是当下娱乐的氛围,为何让国家会如此重视新一代的原因所在? 既然大道理不能讲得通,经历点事后,总会让你一次性受教不少。 对于王一博而言,他是一个只做,不说的个性,不到迫不得已,是不会通过自己的平台发声的,主要是不想招惹是非。 毕竟作为公众人物,一言一行都会受到大众的关注。 再加上,他更希望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,更好的为大众传递正能量,谨言慎行,自律的同时,以身作则。 但是随着他的爆火,太多的负面讯息也随之而来,显然扭曲了事实的真相,更多的都是假料,从而影响到了自己的工作。 可是在维权的道路上,却显得相当的不容易,从发律师函到真正的维权过程,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,各种的调查取证更是难上加难。 终究我们必须相信一点,就是邪不压正,最近王一博的维权事件再度开庭,造谣声势的小丑,依旧不依不饶,可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向着更好的方向,这才是我们该有的一个良性的结果。 娱乐本来是一种放松,开心,身心愉悦的地方,为何如今的发展趋势已经变了味道呢? 甚至从王一博的维权事件中,我们也看到了些许的无奈跟无比的愤怒,看到很多不实的报道,都是无中生有的事情,他们更多的是为了图一时的口快,甚至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而造谣。 每个人都拥有的言论自由,总会在个人私欲下变了质,终其缘由,很大程度的是个人的价值观的扭曲,甚至是整个网络环境的污染下的产物,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心痛之处。 如今主流文化才是我们最应该重塑的,也是我们非常需要重视的,网络的清理力度更需要加强,干净良性的氛围,才能给更多人营造一个良好的价值观念。 同时,我们也看到了王一博作为当下Z世代的代表,为何如此受到主流媒体的重视,更多的是通过他的正向引导,传递给大众更多主流的价值观,并且他本人也在身体力行地去践行其中。 娱乐氛围需要正能量的青年工作者的参与,同时个人的规范化,还需要从自身做起。 本集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